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sworld。经过一番激战,太阳终于在主场,赢下了至关重要的天王山之战。在当家球星得恩。不可因伤缺阵的艰难处境下,老将保罗,和风险攻防核心,布里奇,成为了挑起大梁的关键人物,此役,保罗砍下22分11助攻,布里奇斯,更是用无可飘剃的表现,拿下31分5篮板,一抢断刺盖帽。 通过多年的历练,和经验的积累,布里奇斯已经逐渐成长为,联盟最优秀3D球员之一,与其朴实无法的球风一样,赛场上的布里奇斯,也异常低调,如若不是持续的稳定发挥,很难有人在意到,这名太阳的第三,甚至第四球星,而我真正开始关注布里奇斯这名球员,还是从他脚上的球鞋开始的。 不知从何时起,大乔脚上的那双亮黄色的KD13,就从来没有更换过,有洁癖的兄弟,就要开始歇息了,不换鞋,脚不臭吗?NBA的百万富翁,卖不起球鞋,不如咱们众筹,给他买双鞋吧。 然而和大乔,有着相同癖好的球员,也不在少数。 最有不客,是ZK4,ZK5的忠实粉丝,熟知的两个PE配色,早已成为赛场老演员,克劳德的脚上Chelby AD伴随他,走过了好几个赛季,赛佛罗萨的NIKEAIRMA,X90,邓肯的Adidas Crazy Quick都是他们争古不变的选择,职业球员的他们,真就忙。 好